回來新一集,天啟之雲,繼續我們2023年十二新潮 今天就講到馬,屬馬的朋友今年就是破太歲 破太歲來說,比沖太歲和坐太歲都比較輕 雖然是這樣,但他今年的雲勢也不錯 例如他有太陰星、天氣星、玉堂星這三顆吉星入命 如果是男性的朋友,今年有太陰星入命 擺明這顆是桃花星,所以男性屬馬的朋友今年單身的 就要努力,加把勁 因為有太陰星入命,很容易認識異星 而且異星也有助力,質素也有助力 不是普通的女性,比較優質 還要幫到你 沒錯,在國用方面可以幫到你,可以有助力 還有天氣,天氣屬於喜事 喜事 喜事可以說什麼呢? 剛才說的單身人士 如果有拖帕的人士,今年已經恭喜了 可能有機會有添丁之喜 所以如果真的想添丁,今年就把握機會 又努力一點 玉堂星也代表了今年的財能和優勢 可以徹底發揮 也代表了一種玉堂貴人 也代表貴人魂 剛才所說的三分級星 其實今年的桃花是不錯的 不是一定是 很多人誤會 桃花一定是認識女生 桃花人緣是說 你會得到一些有助力的朋友 上司或前輩去提攜你 剛才所說的 不一定是說女性或是怎樣認識異性的 如果你是男性屬馬的朋友 今年可能得到女上司 女拍檔 或者一些合作夥伴是女性的幫助 在生意上 或者各樣方面 有很多機會給你發揮 尤其是從事女性行業 或者賣化妝品 或者其他護膚品 美髮美容 以今年有女性的幫助 令到你的生意 各樣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 剛才所說的吉星 空星也有 今年有勾神 灌索 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歐神說 今年容易被人拖累 拖累 所以今年千萬不要做擔保 或者做一些風險的事情 灌索也代表 這些事情會令你糾纏不清 很多事情困擾你 令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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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屬馬的朋友 今年一定要處理好感情的問題 令你有拖泥帶水 令你有灌索這些問題 生意方面也不要無不清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小心被人騙 對 要投資 都看好財務報告表 看看究竟是否有實力 令到你投資 千萬不要人家說是好 你就相信 自己什麼都要看過 看看P&L 那些公司是否真的要賺錢 或其他公司才要投資 所以今年整體來說 都可以的 但自己要小心 在一些西眉西眼的地方 所以整體來說 屬馬的朋友今年都不錯的 下一個就是屬羊的朋友 屬羊的朋友今年是相合 和太歲 藍味相合 三合這個太歲 所以有太歲的幫助 今年的運程都頗旺盛 還有幾個吉星入命 有天解、華蓋、三台 這些吉星入命 什麼叫三台呢 三台就是步步高升 三級跳 今年有機會升職 有人提攜你 也在說華蓋 華蓋有好有不好的 華蓋是什麼來的 不斷進修 華蓋今年無端端就會想想 很想學 無端端就說 插花 或者什麼人都會去學 但無論什麼都會幫到你 還有華蓋也是一顆孤獨性 什麼叫孤獨性 你會想 很寂寞 沒人陪 朋友有異性 沒有人陪 有女朋友 工作很忙 沒人陪你 你會覺得很孤獨 無端端有些心情 所以千萬不要被這些負面情緒影響 還有天解一顆星都很好 很多事情都化險為宜 有什麼難題都迎刃而解 但也有幾顆空星入命的 例如有官府 還有五鬼 還有浮沉 這幾顆空星入命的 那解釋一下官府 官府一定是腳踏官徽 官非是非 可能會被人睹背脊 有車的朋友 今年會吃很多猴缸 或被人拍照 所以今年要小心這些問題 五鬼也代表一個小人星 擺明今年有很多人眼紅你 因為你有太歲的助力 有很多人說 誰找誰 為什麼不找我 所以很多人早來妒忌 所以今年也要小心這些被人睹背脊的問題 浮沉 顧名師就像剛才所說的華蓋星一樣 就覺得 為什麼浮沉沉 你覺得自己又不浮沉 那種感覺 會無端端生氣漣漪 找李嘉誠來做比較 竟然是這樣付 不用付了 所以千萬大家 今年就不要想多了 想一下正面 怎樣去賺錢 令自己可以學到東西 因為今年你有一顆華蓋 那些有用的東西 令你更上一層樓 說完屬羊的朋友 下一個就是屬猴 屬猴今年跟太歲暗合 是暗合 去年其實都沒有過 現在是2022 因為屬猴朋友 今年就沖太歲 其實沖太歲 在這麼多個犯太歲 是最麻煩的 因為被太歲沖 顧名師有很多機會 或者是賺錢的機會 都被太歲沖了 有拖牌的朋友 無端的女朋友 什麼都沖走 所以今年其實都很麻煩 明年 明年是一個 不要說360度 太厲害了 180度是一個轉彎 所以事情很多東西 都會去好方面發展 因為有太歲暗合 即是有人暗中幫助你 也有一顆 越得貴人 越得貴人 說明是 那個月最得力的一種助力 那個月最得的貴人 但每個月都有 每個月都有 因為這個月得是整年 所以每月得到高人 尤其長輩 有權利的人 去提攜 有幾個機會 在事業方面 都會有很好的發展 有很多賺錢機會 所以今年 都是不錯的 越得貴人 他第二個身份 就是越老 所以急性之下 如果沒有對象的朋友 今年多些出去約會一下 有機會認識一些 一些異性朋友 今年帶有些不好的兇聲入名 例如小浩 死符 劫殺 這些兇聲 這些兇聲 小浩說明明 今年無端端 無端端就破 划 無端端就破罪 這種事 無端端的 你也要負責,所以要花錢,所以要注意這些問題 結殺就是剛才所說的,會受到親憑戚友的連累而破財 所以說明劫,即是有藍圖截劫,這些都是認識你的,認識你的朋友 所以大家小心一些,認識你的朋友,會給你一劫 所以如果真的擔心有,不如是誰朋友做保險的 先去買他,先去買一劫,不用無端端整個 你至少買保險是一億到自己的,不是壞,而且是不值以來的,不會無端端一個大項目令你失去 沒錯,說完就說到熟雞,雞今年是最不好的,因為貌有相沖,沖泰稅 我剛才說過,沖泰稅是最麻煩的,因為泰稅固然是最能力的,最能力的一顆星 他們要對沖,即是你正在撞駛法拉利,但你當然是單車來的 你單車撞駛法拉利,所以是不是很大件事呢 所以今年就處處要小心,不要想了,不要想太多東西了 只有一個字,要靜,很多要想一下,不要動最好 不要動最好,但也不要不動,因為有顆分禄的聲就入了名,是吉星來的 如果是上班族來說,就說恭喜了,這顆就是國明分禄分禄的頒獎給你的 即是以前的搬個河奧水給你的,代表有機會升職加薪 上班族都可以的,雖然在沖泰稅的年內 但沖是代表動的,有機會變得好 沒錯,沖也代表動,動也代表會動,會動 可能真的有升職加薪的機會,所以大家要多一點表現一下自己 但是空星也有很多,空星入名,有大號,剛才說的爛江,災殺,這些不好的星入名 大號顧名之現,剛才小號,現在大號 大號就是說,再洗多一點,還要洗多一點,還有一個很大的項目要洗 所以如果大家想應一件,下年的樓價,我覺得如果是自住的也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是甚麼,就買樓吧,有的就奶吧 認了雙蔥,這個大號也是一個大號 或者不買樓的就買一個車位,收一下租也好,對不對 分六,升職加薪,有錢,有錢就想想這些投資業務 也不會對自己有太大的影響,因為隨時都買得出的 車位來說,樓也很難說 好了,又再殺了,今年就會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可能會有些破壞,會有些,尤其對拍拖的朋友 或者戀人來說,就容易因了解而結合,因緊了解而分開 會鬧意見,所以今年都是一個字,忍字,忍一下,千萬不要這麼大的動作 好了,講完熟雞,現在就講一下熟狗的朋友 今年熟狗的朋友,今年熟狗,無論是財運,或是人員來說 都第一,竟然是人員財運第一 因為第一,牠卯率相合,跟太歲相合,受到太歲的助力 第二,有幾顆很重要的星,入了命 例如有紫眉,隆德,這幾顆,巨星入了命 為什麼叫巨星呢?因為紫眉,學過紫眉斗數 這顆是皇帝星,皇帝,皇帝照理 還有太歲的照理,就是兩個key person 兩個大顆佬照理 雖然不是打橫,但也有很多發揮機會 還有龍德,龍德也是一個貴人星 今年有幾顆,重份量的星,入了命 所以今年的桃花、財運,應該都不錯 但也要小心,因為有幾顆不好的星,空星入了命 就是天鴉、羊刃這些不好的星,入了命 什麼叫做天鴉呢?就是有些異例之外的事故發生 古得而忘形,不要去玩高風險的遊戲 或是剛才說的,賽車、石澳、死亡灣國飛出來 還有羊刃今年也會有手術意外 羊刃是一把刀來的 捐一下血,或是發解捐一下血,做善事 這些動作可以發解到天鴉和羊刃的不好的 但今年的工作機會真的很多 財運來說是第一次的 大家可以放膽去熟狗的朋友 可以大膽去做一些動作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下集繼續完成十二新潮 拜拜 拜拜 好,回來天啟神號 博士好啊 是,大家好 博士我們又有點希望之光開關 是呀,像上次炒炒剛升了 撐著萬六點的時候 有一個消息公佈出來 內地考慮慢慢逐步地放寬對外開放 對外是否就是我們 對國際接軌 單自我們 對我們就是對國際 我們都差不多開放了 因為內地對動態清零的政策 都處於一個兩難的十字路口 因為大家知道近日內地 上面都連連叫苦 因為上面有廣州 又爆了新的新冠肺炎 但是經濟面臨也有一個很嚴峻的挑戰 因為大家知道 你不開放 那些東西就慢慢被開放吸走 正如越南那些很多廠商 因為那邊正開放 沒有什麼 沒有人繼續挑 生意就繼續做 這個政策 所以現在對這個動態清零 有一個十字路口的徘徊 因為大陸現在想快速放寬2加5的政策 2加5 即是說兩天酒店隔離 和兩天駕駛隔離的政策 對入境人士 但是這個政策 遲遲都好像未開放 原因是什麼 只聞這個樓梯響 就不見有實行 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動態清零 都真的比較難控制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中國的地區真的太大 人多 因為真的好像香港 根本是兩難的局面 你要一個動態清零 又要和外國截軌 最近香港又辦了金融高峰會 沒錯 連八號風球都先轉一轉時間 對 走一轉時間 又說要弄馬拉松 剛剛搞了國際卓球大師賽 沒錯 你沒有這樣的活動 誰來的 很難捉外國的 不要做生意 遊客也好 來香港消費 都是那句 我從小學都讀到現在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 沒錯 外向型經濟說明 一定要靠外面 不能自己狂水滾堂魚 好像大陸那樣的內循環 我們的內循環是不行的 搞不定的 我們的內循環都是堵塞的 內循環就很久 內鬥內 所以 看看可以多久 國內現在都面臨這樣的處境 據知消息有關人士說 大陸已經對動態清零 比較持開放的態度 好啊 大家知道動態清零 不是一定要稱之為零 不是即是零 即是一個 那是零的意思 零的意思 即是我們統計學中 你不可能達到零 零即是沒有 即是沒有發生過 這不是絕對零度 是0.05到0.1 這就是一個 可接受的水平 所以我想他們現在可能會積極地研究 會慢慢一步一步地放寬對外開放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內地跟香港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主要勞動人口那些 好像40歲以下 或者大約40歲以下 那些多數都打了針 沒錯 但去到50歲 他應該是穀針比我們更厲害 是呀 去到50歲 或者更高高齡的人士 那些什麼都還沒什麼 真的嗎 跟我們香港其實差不多 因為出現的問題 有些可能不適合打 或者自己本身的問題 各樣各樣 所以一開放 那些高危人士就真的很高危 令到我們很高危 所以現在他們都好像剛剛說 是穀針 第一個方法 他穀針比我們更厲害 是呀 他們比較不是香港的犬儀式 他們是小孩子式 所以我想 但問題亦是這樣 他們很多 因為動態清零 很多都是未受感染過 不止香港 據專家說 大概九成左右 都曾經感染過 香港要找個未受感染過 一個重質或一個輕質 都感染過 這是專家說的 我們在說是感染過多少次 而不是有沒有 沒錯 所以感染過就等於打了針 打了針 就天生有這個保護作用 所以現在你開放 現在你看看 封樓強檢 封樓強檢 好像都盲目了 沒錯 但捉頭的時候很緊張 嘩!那裏是強檢 那裏是豐盛 有到你 隨便吧 但現在旁邊 好啊 沒有問題 家區旁邊就更加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還好 不用上班 沒錯 所以現在的環境 中國就陸續地 據說 這個小道消息 就說 下年的Q2 可能會有一個 對我開放的一個 政策 真的出場了 那就是大概是3月 Q2 對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 因為春雲 咦 但是3月他過了春雲 過了春雲 就是 大家知道春雲是中國 差不多一個大巔峰的 可能很多人回去鄉下 或很多鄉下人出來省做事 都是過了春 或者介乎春節的時間 沒錯 一定要過了春節 這個春運過了 平復一個人數 正常的遺跡 才慢慢開始 逐步開放 這是一個 好消息 所以 這個港股 都有一陣子的支持力 一陣子支持力 據說 如果沒有這陣消息 吹出來 港股可能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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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晚三四點 這種水平 都可以看到 香港也都 隨著上次說的 金融高峰會 現在 在這個 十二月 十四日至十七日 舉辦一個新的國際生物科技展 也有三百多間的企業來參與 我覺得挺興奮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外向經濟 沒有其他外地的生意人來香港 根本就很難靠自己香港本身的內循環 所以香港其實在董伯伯的年代都積極扮演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香港沒有銜接到 因為當時計劃做一個藥業港 即是中醫各樣的西醫雲集 因為香港西醫比較發達 大家知道中醫結合廣州、珠三角的技術 即是中西醫的合璧 但現在又是指紋、劉蒂祥 沒錯 我們的政府好像沒有什麼積極的參與 好像純粹是建議和意見 還有叫口號 還有科學員也是做一個 Display和收租的角色 科學員的收租都是第一年免費 看看你出什麼 又是一個matching phone 看看你有什麼投資本 大家配套 這一種已經變成了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據有關的消息報道 這些據聞科技員搞這麼久 只有科字 科水的科 最基本的無人機 真的可以由一個commercialized 由一個idea design 然後到一個commercialized 都好像去了內地 我們不是和人機 是無機人 無機人 是無機就只有一個人 因為香港什麼都要講錢 內地真的有這樣的鼓勵計劃 不是講錢 沒錯 香港真是假裝有 真的講你的delivable 總之你真的可以delivable 一些這樣的東西 如果符合他的政策或者國策 他真的會fee給你 但香港fee就不用想了 1,2,3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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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2也有 所以我想香港在這方面的角色 如果真的要做 都要多加考慮 最重要是政府給不給錢 有關人士就說 真的要重新想一下我們的位置 其實董伯伯伯在那個年代 真的有很多計劃 我覺得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覺得是 no money no talk 不要說那麼多 到後期 就說到 都只有一個講字 然後再後期一點 就是叫口號 目標成果 大家讀書有讀 有些target的東西出來 他就沒有 最簡單 由小到大的住房問題 都是一個大問題 而且是有參考的 你看人們經常說 你參考 星陸波 這麼近 不會說我參考 有其他的有些好 successful case 大家可以share 可以看一下 但他也是指名 樓梯響 是啊 不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不去看 這麼近 有派人看 而我所知 真的有些 考察團去看 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們大家的地勢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用它一套 是這樣的 看和做分開 香港的地比較複雜 我看不到什麼複雜 複雜性在官員 複雜就是在官員 我們的官僚制度比較複雜 九成的都想休息 每個人都是不做不做 多做多做 但是問題是 這個我想是 全港人的福祉 如果你搞定住房 香港其實 我想真的 真是身機處處 但你搞不定住房 其實很多年青一族 死氣沉沉 你看他都好像 做一個木頭公仔 因為他 實行不了自己的人生計劃 最簡單的就是 五支計劃 防止車子 妻子 是小孩子 銀子 但一提到房子 大家都 沒辦法再指 肉言又止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小時候都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到現在我年老了 都是最大的問題 只可以說是鄉澳專一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都沒有什麼改善 我覺得很遺憾 說說全球經濟 下年其實 美國又加息了0.75厘之後 雖然這個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但是這個加息的動作什麼時候停止呢 No one knows 沒有人知道 因為美國聯署都說他們不想加息 但是市場需要 反被迫 因為比較刺激 所以我們要加息控制 控制得來 但全球經濟受到加息的影響 大家都看到香港股市是這樣 整個全世界的股市都比較疲弱 因為現在是面臨一個加息週期 加息週期 很多東西都 尤其是這些資產 例如股票 樓房 車位 什麼位 那些就沒有位了 連累到 連累到 都出來說 不好意思 是我的錯 是我的錯 是 我的裁員 減少13% 即是13%的員工 剩下13% 也挺多的 大概牽涉到1.1萬人 1.1萬人 其實也很多 因為他要削減經常性的支出 凍結 即是說 這個 expenses 希望令到效率提高 營運方面就有顯著上升 他就這樣說 但沒有的 這個世界是 炒人有一百種 沒有用法 因為一生意不好就要炒人 沒錯 這是最快吸策的方法 最快令到那條 gross profit 可以彈上去 沒有用法 這是一個不義之法 沒有用法是最大的 面對這個整個世界的北京戲 所以大家都要在今年年尾 明年 大家要看著 看菜吃飯 沒錯 但不要緊 我們都有股票 當然有得玩 好 今天有什麼打兩隻股票 帶了兩隻股票上來 第一隻就是 第一隻就是254 國家聯合資源 254 收補0.12 升了十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5至10% 一個月內時間 第二隻就是 遠東控股國際 這隻股票是36 36 收補0.09 他是做電子版的工業 收補0.09 升了12%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5至10% 一個月時間 今天有位女士問我感情 她報了3、4、1、2 她說跟一個男朋友拍拖了兩三年 她有意思 共下年你拉上天窗 她有意思 她可能聽到我們的十二生肖 下年有機會可以走一步 不斷閉嘴她的男朋友 但看到男朋友好像不吵 不吵 因為她的身肖沒有這件事 對衝 大家不要送東西 只是一處 她會說怎麼辦 她報了剛剛說的3、4、1、2 但這隻掛就比較窄小 要關火避 關火避的意思 一個人說 對著鏡子 即是說 關火避就是前面座山 自己就是火 紅烈火 但面對座山 停滯 不能前進 關火避也有個意思 就是一些東西是表面很表面的 就是一些 整色整水 其實是虛的 空心是虛的 好像火一樣 離中虛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虛 我想大家成年人 開心見成說 你究竟有什麼 You can get try 就虛虛的 你問一個問題 為何不讓我結婚 看看理由 如果是 reasonable 就等下 如果不 reasonable 例如說 我剃傷腦說 我今年衝 不要結婚了 那就不要這麼相信 所以就看看 是不是梳力 如果你的理由是梳力 可以體諒一下 如果不梳力 我想你也有一個決定 希望幫到這位朋友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博士和你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